哈喽,大家好,我叫比雨昕,来自非洲加纳,现在是东华旅馆大学的一名硕士研究生 自从来到江西之后,就发现我在国外看到的那些漂亮的陶瓷,那些世界文明的陶瓷,都是来源于江西这个地方 今天呢,我自己来到了南昌瓷版画艺术博物馆,自己来清新体验,来学习 大家跟我一起吧,Let's go! 今天的话,周老师带你来感受一下我们中国的一个陶瓷文化,就是瓷版画 这个呢,是我们今天所需要的这个颜色,这个颜色呢,它最初的样子,其实是粉末状的矿物质颜料 但是呢,经过另外一个就是叫乳香油的调节呢,最后它就会像这种,有点橡皮泥状这种感觉 我们有一个第一步骤就是打笔,少量多次的去占,一点点,笔尖一点点就可以了,然后一边踏一边转 然后看的差不多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试一试了,画出来就是这个样子 我们这个浓矿物质颜料,它经过800度的高温烧汁之后,就基本上就是永远都不会退色了 只要它不被打碎,它风吹日晒火销都没有关系 它这个收藏价值和保存价值很高的 就是你想看 所以今天来到这里呢 主要是就直接看到了最后的一个产品 因为在景德镇呢 我看到就是前期的一个座场 比如说我这个 把这个当作一个礼物送给外国朋友 他只可以看到这个最后的一个产品 但是他在他制作的过程当中 经过的不同的阶段是非常多 我也是感觉你们做这些东西呢 非常用心 所以为什么陶瓷能走到现在 能走到很多国家去 就是你们把这个 他的这个过程都做得非常的长足 让他这种成为一个 大家都很欣赏的一些产品 就是我今天画这所大船 就是我的灵感就是来自于 这个在中国听到的一句话 就是我们世界的各个国家 都坐在一所大船里面 然后一起向这个美好的一些未来 所以呢 而且我在中国呢 也是受到了很多的中国人 我的老师们 朋友们的很多的帮助 然后我也感受到了这个 人类民营共同体 以及中非民营共同体的这些理念 都对这些有一些了解 所以呢 我一直认为 我们的世界里面 所有的各个国家 所有人 都是一家人 那么只有通过这个互助 只有通过互相了解 互相去帮助 才能达到我们的最终的目标 我们最终的目标 就是大家都很开心 大家都能够一个美好的生活 哦 村子 你已经好了吗 你还是有什么